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权力更加膨胀的象征 但事实上其实这个事实正好相反 这是象征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的挫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习近平本人出面 亲自去要求别人学他的习近平思想 这应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 就是无可奈和他不得不这么做 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动作 因为独裁者他即使要集权 他的面子上也要好看 不能叫做事相太难看 中国的独裁者更要面子 在权力争夺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忘记事相不能太难看 他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之一 就是讲究谦让 特别是在权力地位方面 你不能够去争权夺利要谦让 这个和西方国家那种竞争思想 公开竞选总统 那完全是文化层面上就不一样 那中国古代皇帝要登基要称帝的话 他都要经过善让这么一个虚伪的面子工程 你才能登基当皇帝 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善让完全是一个虚伪的 但是如果你不经过这个虚伪的面子工程 直接就是登基当皇帝的话 那就是吃相太难看 当了皇帝也没面子 那么什么是善让的面子工程呢 所谓善让就是在位的皇帝 主动自己自愿退位 把权力交给所谓更贤能的人去当皇帝 让他去统治国家 中国的文化最推崇的呢 就是一种叫做权力交接方式 就是善让 就是传说中上古三帝 善顺与他们的善让的方式 相传 善当皇帝时候呢 他让各个部落去推选一位接班人 来继承他的这个皇帝的位置 那么后来呢 各个部落就推选出来顺当接班人 然后呢 这个善就把顺调到自己身边 对他进行了三年的亲自的观察和考核 认为顺呢 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于是呢就正式确定顺当接班人 在咬死后呢 顺继位 顺呢又让各个部落推选一位他的继承人 于是呢 各个部落又推出了羽当接班人 然后呢 顺又把羽调到他自己身边 进行了三年的观察和考核 特别是经过大羽治水 他就认为啊 这个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于是呢 就正式确定羽当他的接班人 当顺死后呢 羽就继位了 那么有了这个姚顺宇的这个善让啊 后来就给中国的那些当皇帝的人 树立一个道德标杆 就是说这个文化的传统啊 应该说非常沉重的 就以至于后来中国的那些皇帝 他要想改长换代 要想新的皇帝想登基啊 他们就受到这个姚顺宇 这个道德标杆的约束 他们必须要搞一个善让的面子功臣 这样呢 他们当皇帝啊 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道德的这个标杆啊 不注意搞得吃相太难看 比如说公元220年 当时候东汉的汉宪帝流邪 就把皇帝的这个皇位 也善让给曹曹的儿子曹匹 汉宪帝在他的善让招数中说啊 他主动的自愿的 把皇帝的这个皇位 善让给曹匹 其实汉宪帝他是被迫无奈 他是不得不把皇位让给曹匹 根本不是什么主动自愿的善让 但不管怎么说 他经过了这个善让的这个面子功臣吧 在表面上形式上来看呢 曹匹的皇帝的位置 是汉宪帝主动善让给他的 不是他抢来的 这样的就符合中国善让的文化的这个道德标准 就是在面子上就会比较好看 再比如说公元960年 当时候后周的皇帝叫财中逊 他就把皇帝的这个位置 也善让给了宋太主赵匡应 这样呢 就是一个姚舜宇这个道德标杆的 疏忽就起作用了 就是说你必须要搞这么善让这个面子功臣 才能让皇帝他得到这个皇位啊 就比较好看 比较真正的这个善让啊 是由这个海外华人在当时候在马来半岛 是建立了一个叫做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南方共和国 南方共和国是从1777年到1888年 他经历了108年 一共的是经历了12位总统 南方共和国 他是亚洲的这第一个共和国了 他的这个总统的权力交接啊 他还是属于真正的善让制 他不是面子功臣 他还是真的是比较成功是搞善让的 其实这也说明啊 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善让制啊 其实也不是纯属虚构啊 还是真的有可能搞成功的 那么呢 邓小平搞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体制呢 内涵呢 其实呢 就是中国传统的善让制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 就是让下面的人啊 就是先推出一个接班人 然后呢 再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考察几年 考察合格之后呢 最高领导人呢 就把这个领导权交给他的接班人 然后呢 他就放弃权力退休 这个呢 就是和中国的传统的善让制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对比一下 我们上古这个姚孙宇的善让制啊 当时候姚当皇帝时候 让各个部落就推选一个人 就推选出顺 然后呢 顺就是姚啊 就让顺当接班人 不过呢 姚也不是立刻就让顺接班 他是经营了三年的亲自观察考核 认为顺合格之后才让他接班的 那么对比一下 中共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就是2007年 胡锦涛搞了一次 中国高层所谓民主推选 就推选出来习近平 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那么胡锦涛从2007年到2012年 考察了习近平五年 考察合格之后 到2012年 胡锦涛把这个权力就交给了习近平 所以我们看 中共这个集体领导的体制啊 实际上就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善让制来操作的 在2013年时候呢 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 他不仅承认中共的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就是从古代那个善让制演变来的 而且还声称啊 这个善让制比西方的民主制度更优越 这里啊 我们就摘录几篇这一篇当年的重磅文章 这篇文章说呢 中国今天的制度 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长期内生性演变结果 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 一方面具有传统的善让色彩 但又打破古代善让制的局限 实行的是一党领导 全国选拔 长期培养 年龄限制 定期更替 这篇文章就公开承认说 中国现在这个制度 就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上的基础上的 它是具有传统的善让制的色彩 它就是承认的 中共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就是古代善让制的改良版 然后这篇文章就接着说呢 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 中国是定期的换人 但不换党 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从目前看 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 一个体制要想良好运转 不仅要做到灵活性 还要做到延续性 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 但缺乏延续性 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 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 但缺乏灵活性 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这里文章中说的 这个阿拉伯社会 其实就是指的是独裁体制 因为中共也不太好批判 苏联式的独裁体制 比如像北朝鲜那样的独裁体制 它也不好说 只好把阿拉伯社会 作为一个独裁体制的代表来说事 这篇文章就是说西方的民主体制 它等于是同时更换最高领导人和执政党 那么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 它是只更换最高领导人 但不换执政党 阿拉伯社会就是独裁 它就是既不换最高领导人 它也不换执政党 那么西方的民主制度 它具有灵活性 就是说你经常换人 但缺乏一个延续性 因为新政权同时把这个 最高领导人和执政党都换了 就会造成整个国家政治的急剧的改变 就缺乏那种所谓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阿拉伯世界所谓叫独裁体制 它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当然它也就走向一个僵化 它没有什么灵活性 这样说起来好像呢 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换人不换党的 集体领导体制好像是最好的 这篇文章继续说 中国今天的制度 不仅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 也是六十年总体看来 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 中国这种制度 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 而避免其缺点 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均化 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 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那么这篇文章的就是吹嘘 说是这个中国这个中共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是一百多年来这个最成功的 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最成功的制度 也是六十多年来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制度 那么还说这个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 是综合了西方民主制度和阿拉伯独裁制度的优点 避免了他们的缺点 这样一来中国这个制度就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国家 这个民主体制的政治平均化 还更可以避免所谓政治强人的出现 在2013年时候当时习近平刚刚上台 那个时候习近平应该说非常的低调 完全没有人认为习近平会变成一个政治强人 所以在当时其实人们普遍认为 习近平就是胡锦涛第二 没有想到习近平居然会变成一个独揽大权的政治强人 那么习近平成为一个独揽大权的政治强人 也就打碎了过去中共吹嘘他们这个集体领导的优越性 现在也没有人敢说中共这个体制可以避免政治强人出现 习近平就打破了邓小平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他又要回到毛泽东那个个人独裁体制 习近平学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但是呢他却学得不像就学走样了 毛泽东吹捧他的毛泽东思想 并不是他本人赤膊上阵去要求全党去学习他的毛泽东思想 而是由中共第二号人物替毛泽东来干这件事 所以毛泽东让别人来吹捧他 就会显得那个吃相不会那么难看 不过呢这个吹捧毛泽东的人民必须有相当高的地位 他必须是中共党内的位置极高的人最好是党内第二把手 比如当年吹捧毛泽东思想的第二号人物 就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吹捧毛主席语录的也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 那为什么要党内第二号人物呢 因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做指示 那就等于说从他以下党内第三号以下的人物 都必须要服从他的指示了 文革时期林彪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那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 林彪做指示要求全党全国掀起一个轰轰烈烈 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运动 那周恩来他们就只能执 因为他们是下级 他就只能执行只能服从 就不能反对了 那么现在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是李克强 如果说李克强做一个指示 要求全党全国掀起一个 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还真能搞起来 习近平的形象也会比较好 但是呢李克强他不吹捧习近平 习近平就没办法了 他只好自己跳出来 说亲自要求全政治局要学他的思想 这个呢就完全不符合中国这个谦让文化了 因为这就是一个自己吹自己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情 但是习近平他也没有办法 那么因为别人不配合啊 他只好自己亲自赤膊上阵 习近平本人赤膊上阵 要求中央政策局去学他的思想 其实就是说明啊 习近平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地步 甚至连邓小平还达不到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